我們剛剛的東西就是 再把重點四個按鈕 第一個 會掉 插掉 第二個 增加月份 插掉 第三個是複製過來 但是沒有月 再來就是這樣 四個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就把它做完 四種方法 程式碼 Source在雲端上面自己再參考 再來的話我們要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我資料現在在Excel 可是我不要 因為有可能是怎麼樣 就像我上個禮拜講的 我的資料是大家一起用的 不是只有我 然後會有update 也許你update我update 所以變成說 我們如果放Excel裡面的話 當然會有同步的問題 所以最好是大家都放在一個資料庫 我們大家去抓那個資料庫的資料 來做後續處理 會比較保險一點點 所以我這一月三月的資料 假設我不要用這三個 我要把它先 假設我要產生一個Excel資料庫 那這個Excel資料庫 放在雲端上面的話 比如說你統整 所以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先注意 第一個先把這個檔 我看定存一下 先存在桌面上好了 我可以按儲存 好 第一步 為什麼放桌面 比較好找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來開Assess 那 Assess之後的話 這邊 我們一樣 也在桌面上 比較保險 不然的話 有時候你路徑 有時候像同學 一個檔是放桌面 一個檔是放隨身碟 結果一抓就抓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Sample 是放在一起的 你只要放同個資料 然後同個桌面上都不會有問題 至於要修改那個路徑也可以 這個後面等一下會跟各位再說一下 再來的話 就是我要建一個資料庫 我資料庫來源是從 把剛剛那個1、2、3月的資料 通通變成Assess資料庫的流程 快速的變成一個資料庫流程 那我這邊的話 一樣 就是建一個那個問題室 我的資料庫名稱叫問題室 按確定 然後放在哪裡呢 放桌面上 按個建立 那怎麼匯入呢 上個禮拜有大概講過 外部資料 Excel 請你找到桌面上 是不是會有一個什麼呢 我們剛剛另存的那個 問題是這個 按開啟 按確定 接下來的話 它這邊會有1、2、3 跟第一季 那我只要匯入1、2、3月就好了 下一步 顯示 下一步 第一列是不是欄名 是 那特別注意 它一次只能匯入一個工作表 所以要匯三次 OK 按下一步 那這些都OK 按下一步 要不要組索引 記得不要組索引 OK 下一步 1月完成 那你可以看到有沒有 1月就過來了 1月的資料 OK 那2月的資料跟3月資料都一樣 所以再瀏覽一下 然後在桌面上點兩下 這邊 問題是 2月 下一步 一樣的方式 反正都下一步 不要組索引 下一步 完成 那分別再匯入3月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第一步 就是 建立 快速建立資料庫 資料來源就e-sale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再來講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資料是在那個 資料庫 那我怎麼樣 剛剛的東西 我可不可以從資料庫抓 而不要從我e-sale裡面的資料抓 好嗎 好嗎 OK 好嗎